大家好,杜逢中国这会儿医疗战线的各路贪官们那是惶惶不可终日 现在中纪委,各路官员,各省的纪委的官员一个一个的跟大国联子的狂欢节 习主席一声令下,全国在医疗系统要大扫荡,大繁复 因为医疗系统现在是最有钱的人嘛 他们说一个省里的人民医院,比如说湖南省人民医院 或者是云南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富可帝国,家里的存款都是几千亿 动不动就是几千亿,家里的存款比他们的地方政府的 省政府的财政还有钱,各路好东西都在那里 所以这帮孙子听到习主席一声令下,要查这个医疗系统的贪官 一个都高兴坏了,那都抓疯了,一个都跑不掉 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医疗反腐啊 它最终的目的只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的赤子的问题 强点强化化而已,它实际的政治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医疗系统,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想想,你把它抓起来 它有多大的影响力啊,就是医院的院长嘛 一个省里面的医院的院长,不知道什么级别 我觉得应该没有到局级干部吧,最多就是一个处长级干部 处长,那一个处长算什么东西嘛,是不是 根本就啥也不是,所以它没有政治效果 但是它有很好的经济收益,所以他们说这个土工中国啊 现在医疗系统反腐啊,那些中纪委各系统的官员们呢 一个忙的最欢腾了,最高兴了,真的跟郭尔打脸似的 都赚中了,抢好多好多钱,有点意思 他们都有奖金的,分成的,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的没有政治效果不行呢 那怎样形成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特别斯新时代的 反腐的政治效果呢,说这个包子里又另有计划 要在中国的这个体育产业,体育总局,体育系统 搞一场信封学语似的大扫荡大反腐 要抓几个名人,这下会有政治效果了吧 所以我也是刚刚听到的消息啊 说这个人见人恶心的 是不是小短妥,胸很大,是不是蹦蹦跳跳的 中国的乒乓球,女子乒乓球的第一号人物 邓雅萍老师,昨天晚上被中纪委带走了 啊,袋子之前痛哭流涕 为什么要带走我,我对共,对党,对习主席赤胆忠心 我这些年连一闪念的想离开中国的想法都没有 虽然我是法国人,虽然我的儿子也是法国人 但是我人在中国,我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抓我 我要给习主席打电话,说习主席曾经接见过邓雅萍 说你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不是 因为你胸大呀,习主席喜欢胸大的呀 所以你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那习主席胸再大也没有蓬莽的胸大好不好 习主席也是真是太不挑食了,是不是 邓雅萍长那样,是不是,一口爆牙,你都吓得了嘴 我真是服了个气了,真是 说邓雅萍老师啊,被抓了,带走了 涉嫌贪腐金额,多少钱呢,20个亿 所以你就发现真是很有意思啊 邓雅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体育明星啊 邓雅萍的球打得好不好呢,挺好的 邓雅萍这个人打球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有一种女孩子的一种狠劲 就是永不言败,习主席很欣赏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邓雅萍眼看着就已经不行了 他有的时候hold住了 邓雅萍人生最大的耻辱就是有一次在日本 就是亚拼赛,亚洲乒乓球这个总决赛 意外的输给了这个中国的曾经的当红炸子 就是何之利,小山之利老师,日本的美女老姐姐 何之利,后来嫁给的日本人改名小山之利 美云一个去,呀! 当时我们看的特别爽,把这个邓雅萍都打梦了 这是邓雅萍人生最大的耻辱 想起来他就他妈的拿不出尿,想起来就生不出孩子 想起来就便秘,真是挺难受的这个人 不扯远了,邓雅萍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被抓呢 邓雅萍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力是不是 但是邓雅萍之所以被抓,他取决于西包子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西包子说我们的反腐败要走向深入,要走向彻底 要让老百姓满意,是吧! 然后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下了一个死命令要倒查 多少年呢?倒查20年,也就是你20年以前犯罪犯罪做的科 都要给你一个一个的查 所以我说无数次的,在中国任何人,不管你是谁 你最后都没有好下场,真的,没有一个人也好下场 中国就这么一个社会,所有人都是失败者 所有人最后都黯然神伤,所有人最后都是诸狗不如 你邓雅萍怎么样呢,是不是? 你说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体育的战线的那些破事 乒乓球这些年,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知道有几个很牛逼的乒乓球 我都没见过啊,但是我没看见过他们打球 我知道这个名字,比如有个人叫勇国团 我在那个《仓皇人物志》里面也有写 还有一个人叫庄泽洞,我在这个《仓皇人物志》里面也有写 我希望大家买我的书过来看一看 那本书很畅销的啊,在我的视频下方有链接 《仓皇人物志》里面写 《荣国团》里面写庄泽洞,他们都是世界冠军 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影响力比邓雅萍还要大 结果后来都是,荣国团好像是自杀的吧 庄泽洞最后也是死得非常的没有尊严 都是被枕得死去活来的,没有一个人好像 邓雅萍你算哪根葱啊 你说你算哪根葱,你啥也不是 你还以为你真是胸大无脑的,细胞子喜欢的,兜你玩呢 关键时候要借你的人头用,倒差20年 说这个邓雅萍呢,当年搞了个什么网站 叫什么网我都忘了,反正我也不想查资料 这个傻查我也不想多了解他,我记得这个事 当时是由国务院亲自给他投资 搞了这么一个东西,结果他也没搞起来 大把大把的钱,结果就给吞掉了,自己贪污了 这个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包子一还没有当总书记 还是胡锦涛当书记的时候 是胡锦涛亲自批的钱给邓雅萍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倒差20年 所以很多说法啊,说为什么还查邓雅萍呢 一个方面的认为邓雅萍呢有贪腐,20年前的贪腐 一个方面的认为邓雅萍可能是胡锦涛的人 这个东西有点扯的,我北京兄弟们告诉我 说是不是与胡锦涛有关,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邓雅萍就是一个棋子,是不是 用力的时候你就是个人,不用力的时候 你一条狗啥也不是 有时候你连狗都谈不上,是吧 你还以为你真你是赵家人呢 就是这个什么,两点 第一呢,要倒差20年 三点,三点,第一是倒差20年 习主席的最高指示 第二是什么呢,要弄几个名人 引起政治效果 反腐最终要取决于政治效果 而不是经济效果 经济效果有没有,有一点点 但是那点钱算什么东西 关键是你要唤醒老百姓的记忆 你要唤醒老百姓的斗志 让老百姓听到有很舒服 你看邓雅萍这样的名人都被抓 你想想嘛,习主席反腐的力度有多大吧 习主席该多么为人民群众考虑吧 中国老百姓就这么傻叉呗,一听就高兴呗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体育总局,体育系统这边 同事全部都要倒差20年 你明白了吧 所以体育总局倒差20年 什么蔡中华呀,什么刘国梁啊 什么姚明啊,什么邓雅萍啊 这帮孙子一个都跑不掉 我跟你说,全是贪官 倒差20年 只有以前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记录的有一个人物叫袁伟明 袁伟明是就是郎平他们当运动员的时候 的一个体育的总教练 后来当了体育总局局长 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就不查了 所以你想想姚明这个人 他没有做过生意 他只是土工的体育政治的一个棋子 刘国梁也没有做过生意 蔡正华也没有做过生意 唯一做过生意的就是邓雅萍 所以邓雅萍肯定有贪腐 现在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做过生意的体育官员 一个都跑不掉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 什么族协的一个主席已经被抓了嘛 完了以后现在邓雅萍也被抓了 他们说这个北京传出一个画面 在这个工人体育馆 有的人说不是工人体育馆 有的人说是在鸟巢 一场足球赛 场上有差不多5到10万名的年轻人 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开始高喊 骂这个体育 骂这个足协 中国足协 骂的真的是山摇地动 真的骂的山摇地动 我跟大家放一放 我听完了以后我都挺震撼的 你看就是这么多人全是人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鸟巢啊 在中国足协操里面 中国足协操里面 这个东西是有人组织的 真的 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呢 恨这个体育的官员呢 恨得牙痒痒 你有几个人你不出来 你背个锅 你不给习主席献上你的猪头 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他不是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邓雅萍被抓被认为是今天我们听到的 吐龙中国最大的一个地雷爆炸了 邓雅萍老师你也有今天啊 说起邓雅萍我就蛮有意思的 好像以前说过这个段子 再说一遍吧 说邓雅萍是一个博士嘞 你看一下是英国流进大学的一个博士 这邓雅萍成为英国流进大学的博士 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 人家是世界名人 人家奥委会的主席萨摩兰奇给他办了一个金牌 然后摸了他一下小鸟 他挺可爱是不是 邓雅萍长着一堆爆牙 他笑起来是挺可爱的 当然主要是仅仅局限于他小时候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挺可爱 老了以后就是一副他们的媚里媚婆的样子 那能可爱吧 你说是不是 说这个邓雅萍当时念这个什么 流进大学的博士啊 其实那个博士是老师是被共产党统战的 一个垃圾知识分子垃圾博导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邓雅萍拿博士呢 是因为中国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家 也是这个博导的这个博士生叫华生 也就是现任的中国作家学会主席铁林的丈夫 有一次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 我听有几个老师在那里说笑话 我就凑合去听 他们就说哎呀邓雅萍说这个华老师是谁谁谁的博士 然后有一个学者就是端着酒杯就哈哈一笑 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老师还有另外一名中国的博士啊 赫赫有名 然后所有人就懵逼谁啊邓雅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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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